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IOH个人经验分享讲座 非常高兴认识大家 然后我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台中张永锐先生的一句话 多热心一点哪怕穷热心 那接下来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目录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 然后我的求学经验 我现在的工作 以及我在这个工作里面的一些经历 然后一些学习跟成长 所以我是谁呢 我的名字叫废冠心 然后英文名字是Pearl 高兴认识大家 这个是我的个人经验的工作分享海报 然后我基本上是一个2015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研究所的学生 那我现在在金融科技领域里面工作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Fintech 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分享 所以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讲述一个财经系女孩进入到金融科技的新旅程 好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是就读台大财经系 然后毕业之后呢又就读台大财经所 所以总共六年的时间就是在台大的总图里面肯着财经类的相关书籍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财经的过程 那我为什么选择大学跟研究所同一个科系呢 因为我其实就是希望在财经这方面累积自己的专业 但是呢其实我是一个喜欢不同挑战啊 然后接触新事物的人 所以我就开始在思考说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自己有更多的一个广度呢 所以在我就读学校的期间呢 我就做了一件我人生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是交换学生 那相信大家就从照片可以看出来 我交换学生的地方就是韩国 在我研究所的时候呢 到了韩国国立首尔大学 然后进行交换 那对我来说交换学生的这一个选择 是非常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因为它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那不知道大家对交换学生的想象是什么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 然后一直玩耍 然后每天都很开心 那我必须要诚实的说 没错 这是事实 但是呢同时在交换学生的过程当中 你会有机会跟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然后长时间的相处 甚至住在同一间宿舍里面 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 你会发现说其实 在跟大家相处的过程 累积到很好的国际视野 也会发现 诶其实 不同国家的学生 特别是欧美的学生 他们蛮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透过跟他们的聊天 跟他们当朋友 就是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说 哦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国际观 那 那再来很重要的 培训的一个能力就是自己的语言能力啦 那像我在韩国 那除了一方面 我是希望能够精进自己的韩文能力 另一方面呢 就是也透过跟不同的欧美的学生的交流 那也可以累积自己的英文能力 所以这个训练对我来说很重要 那最后一个 其实就是培养独立自主的勇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交换学生的 很多的过程都是第一次发生的 那像我自己当初也给自己设立了很多目标 我要在韩国找一间公司实习 然后我不要只跟交换学生一起上课 我要去上一个全韩文的 跟韩国当地学生一起的课 而且我要在这个课上面每一次都要发言 这是我对我自己设的一些目标 所以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培养了很好的独立自主的勇气 那这三个能力 不管是国际视野 语言能力 或是独立自主的勇气呢 它都像是对我来说 像是进入职场前的一个热身准备 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也让我在毕业这一年 成为一个职场新鲜人的时候 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去在学生时期选择 就是一个自己喜欢的国家 然后去交换学生 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再来呢 我觉得在学生时期非常重要 的一个一定要做的是 就是透过实习来探索自我 因为像是我自己本身 是就读财经系财经所 所以我希望用透过实习 来更了解我自己未来的兴趣方向 像很多人他可能进到 比如说一个科系他不是很确定说我是不是自己的兴趣在这里 或是即便我很确定我很喜欢这样的科系 但同一个科系里面也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发展的领域 所以我觉得在学生时期透过实习来累积自己的能力 然后并且来更加了解说 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方向是一个成本很低又很有效益的方式 所以像我自己在过去我做过跟行销策划相关的实习 然后跟并购投资策略相关的 我甚至进到了电视台的频道业务部担任副总的特处 然后我也在韩国时候参与了海外的实习 那对我来说这些经验都可以让我一方面可以了解说 我自己在学校里面课本上面所学的这些知识 我怎么样把它应用在实物上面 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让我自己就是有个机会来探索说 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喜欢的是什么方向 然后在我研究所毕业之前呢 我参与了一个台湾大学跟北京大学合办的电子商务交流学会 那在这个电子商务交流会里面呢 就是它是为期一周 然后有机会那时候跟北大的学生来台湾 然后我们就是分组 然后一起做一个研究电子商务的project 然后最后会跟当时的主办的一个主办方就是有一个正式的报告 那其实这个很特别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参加这个电子商务交流会的时候 还没有人真正探讨说到在台湾啦 还没有人很多的人去开始讲说Fintech啊 或是科技金融的这个领域 其实大家那时候还在谈电商电子商务 所以其实在当时候我有个机会 就是以财经系的学生的角度来看 这块领域其实很新 那透过这个交流机会 我开始意识到说 哦原来别的国家在外面 像是 maybe 阿里巴巴或是其他的电商 他们是这样子发展的 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说 哦这个或许对于财经系的学生来讲 是未来可以考虑的一个新的领域 那所以也让我开始对这方面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 我参加了MIT Media Lab 他举办第一届的Fintech Online Course 那在这个Fintech Online Course上面呢 其实我就是有机会跟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国家 而且不同产业 甚至不同层级的人一起学习 他可能是一个新创工程CEO 他可能是一间大公司里面的管理阶层 那他可能是一个学生 可能是像我一样刚刚进公司的一个Working Level 那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观点 来自金融业科技业 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在线上进行这个交流课程 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收获 那也让我真正开始了解到说 在Fintech领域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发展 所以到2016年的8月 我就正式进入金融科技的新领域 所以我在哪里工作呢 首先跟大家介绍我的公司 就是国泰金控 那不知道大家想联想到金融控股公司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就应该很 就是一种很金融的感觉嘛 就是有银行啊 有证券 有保险啊 有人寿 有投信投雇啊 等等的 没错 这就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架构 那在这个架构 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感觉很专业 或是感觉很严肃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当我进来之后完全对金融控股公司有个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很活泼耶 像是我们国泰金控的员工旅游 就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然后开启了我们的 抛抛卡丁车大赛 所以在里面大家玩得很开心 然后我们公司的文化就是 很free 然后大家很随和 然后很有想法 但是也有机会大家一起出去玩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公司文化 在里面的工作气氛也很舒服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部门 其实我在部门就是Fintech小组 那这个Fintech小组呢 其实是我们国泰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数位技数据发展小组 下面的一个其中一个部门叫Fintech 那这个Fintech呢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就字面上来看 它就是在做金融跟科技的结合 所以我很多朋友他也会问我说 到底你们Fintech在做什么 是不是网络银行 手机钱包 那我要说这些 的确它都是Fintech的范畴 但是金融科技 它其实有很大很大的无限想象空间 那我怎么说呢 好比说大家最常联想到的 这样的手机钱包这类型的服务 它其实是最面向消费者端的 所以大家最容易感受到 那但是其实金融科技还包含哪些范围呢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 面向客户端消费者端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大家最容易感觉到的一个部分 其实还有就是在整个金控公司 或是金融公司里面的一个中后台的流程 我怎么样让这些流程 透过更科技化的方式 可以更快速的去执行更有效率的服务 以及我在最底层的IT 我的backend 我的underlying infrastructure 我可以用怎么样的一些新形态的科技 可能是区块链 可能是不一样的技术 能够达到一个更有效率的系统的整合等等 所以其实我可以说 就是在金融业的前中后 这三个阶段都跟金融科技有很大的关联性 所以金融科技它其实是有无限想象的空间 那当然也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金融业跟我想的真的很不一样 就是我 因为我本身是财经系学生嘛 所以透过过去一些接触的经验啊 或是一些学长姐 我就觉得说 金融业它应该就是一个严肃 但是很专业 然后穿着套装 然后很震惊的跟你讲的可能流利的英文 然后可能很专业的术语 但是呢 当我进来了国泰金控的Fintech小组之后 我发现呢 这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但是很大的热血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像是在一个大组织里面的一个新创团队 就是像是新创部门一样 我们非常的扁平化 那我可能就是 也有比较很直接的沟通管道 然后我们有很高的热血 所以就充满了活力 一种很年轻的感觉 那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气氛 觉得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工作 然后一方面 你可以有大组织的大公司这样的资源 你可以透过这些资源 可以有认识很多的人 然后有接触到很多的专案 但同时呢 我们又非常的迅速 非常热血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那我的职位呢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进来毕业 就是在2015年的9月我是进到银行 当时我是负责一个行动支付产品的PM 那在做行动支付产品的PM之后呢 到今年2016年的时候 8月我就转调到国泰金控呢 的Fintech小组 然后去做跟金融科技领域相关的工作 所以对我来说 从一个集团里面的银行的单位 到金控这之间的转换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那我在银行端的时候 我是学习说怎么样啊 很好的执行出一个专案 怎么样很好的做出一个行动支付的产品 怎么样合作 怎么样把这个产品落实 然后从行销到规划 甚至一些系统端的一些串接 那但是到了金控之后呢 就是开始可以了解说 哦我们是要站在一个集团的角度 然后进行策略性的思考 那这当我们有了新的想法 新的idea 我们可以让它怎么样 跟集团的策略去进行一个结合 所以这对我来说 这两个经验同样都很宝贵 而且是同一个集团里面不同的体验 嗯 然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说 其实我们工作 有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要在做创新跟合作 因为我们是一个创新部门嘛 所以你就会有很多 看到很多的new idea 会有new business model 但更重要是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创新的想法 能够带回来跟我们的业务啊 或是跟我们的 我们集团内的一些策略 然后进行合作 并且把它落实出来 因为我们并不会希望说 这些idea它只能停留在一个 概念性的层次 我们希望它能够实际的被执行 而且发挥重效 所以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做一个job description 首先我觉得在这个工作上面呢 它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 因为呢 你要有 首先你要有跟金融科技相关的专业 那因为呢 常常我们会必须要开各种的会议 可能不管是对外的沟通 或对内的沟通 所以沟通 communication的能力 就非常的重要 然后再来 因为要配合集团的策略 然后去想一些未来可行的合作方向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发挥逻辑思考的能力 然后让自己怎么样 从一个有逻辑的方式呢 去拟定出一个最合适的方案 然后跟长官 然后进行一个承报 那最后呢 当可能这个专案 它必须要落实的时候 要有一个执行的能力 然后很确速 快速 而且确实的把它能够执行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这个工作上面 可能需要一些综合能力的发挥 然后再来就是 在这个工作里面 因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可能会看不同的市场 然后不同的领域 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地区的市场 那在这些市场上面 你要有什么样的策略 是我们可以执行的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种 类顾问的分析能力 所以这个 就是分析的能力 跟计较是非常的重要 那当我们有了一些新的idea之后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落实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整个fintech团队 会扮演一个创新实践团队的角色 那当它落实的时候 因为它可能是跨单位的 可能是跨 甚至是跨子公司的 或者是子公司跟新创公司之间的合作 所以这个时候要 有效的能够让它执行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又需要 一种类PM的操详执行能力 那再来就是说 在这个工作上面 很容易会遇到跨部门之间的合作 或是跨部门之间的讨论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能够成为 让自己成为一个coordinator 能够让 不管在沟通上面 在协调上面 都要可以就是 能够把它促成这样子的合作 好 那接下来是跟大家分享说 在fintech小组的schedule是什么呢 其实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一日schedule 但是事实上是 我们小组没有固定的schedule 因为我们比较像是一个新创公司 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所以是比较偏向责任制 那你可能有时候必须要 在看市场的时候 专注于就是市场策略的执行 但是市场策略的分析 但是当我们真的有专案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要成为一个类PM的角色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schedule 但是大家就是采取一个责任制 然后很努力的在这个团队里面 然后为团队做出贡献 再来很重要的就是 每天都要做到事情 那就是要获取新资讯 因为我们是一个创新的团队 那尤其是我们在看到这些创新的专案的时候 会真的可以体会到说 这个世界是远比你想象的转动的更快 所以在这个转动这么快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持续获取新资讯 并且要能够吸收 而且消化这些新资讯 然后能够了解说 这些发展它对于集团 或对于我们团队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能够怎么样让它能够发挥重效 那再来就是 几乎每天都会经历到的 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会议 那通常就是立一个专案会议的模式 那这样的会议它可能是团队内 我们会有一个讨论 或是今天可能会有一个跨单位之间的会议 然后大家进行一个沟通 然后看说这样子的方案 这样的idea 是不是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一起劳力激荡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常常会 要跟新创团队去做一些接触 那看说这些新创团队 它的idea能不能够拿回来跟我们做合作 所以常常的也会有 这些跨公司之间的专案会议 但是特别有趣的 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 因为我们看很多的新创公司 它几乎都是在国外 它可能是亚洲 或者可能是欧美的 那当你在跟这些新创公司开会的时候 其实很难说每次都亲自见面嘛 所以我们最常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 用conference code 那可能是电话的conference code 可能是用skype 所以就是有机会跟国外的公司去进行 很频繁的接触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的会议的进行的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创新的小组 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有一个global market view 然后直到这个目前整个国际市场那边最新的资讯 最新的一些technology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会有机会参加一些国际的会议 那通常我们在参加国际的会议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都已经出国了嘛 所以我们也会搭配一些市场走访 就是说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国家参加这个国际会议 那这些目前在这个市场上 有没有什么新创团队是我们可以接触的 我们可以就是跟大家他们做一个交流 然后一并做一个了解 所以其实在fintech团队里面工作 有机会就可以做 去参与一些business trip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我们团队啊 我觉得很棒 常常有机会可以参与一些创新的活动 那这些创新的活动可能不是说很固定每一次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可能每次都会有新鲜的idea新鲜的活动可以参与 好比说像是之前我们有赞助台大黑客松 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就是去support协助台大黑客松的活动 然后在里面也跟很多的大学生然后进行一个分享 然后像是我们自己的数位技术数据发展小组 也有办一个年度的townhold 然后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的数位技术数据发展小组的一些 做的一些创新的专案等等的 所以对我来说参与这些不同的创新活动 其实真的很热血 因为我们就是大家会一起讨论啊 然后甚至会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吃便当 然后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做PPT等等 就有点像回照学生时代热血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些创新活动真的很有趣 那因为这也是我们小组很棒的一个地方 好像是比如说刚刚举例的townhold 就是我们这次办了townhold刚好我有机会 呃代表fintech小组 然后在上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其实在那个townhold上面是 是有来邀请来自不同部门呢 不同集团不同子公司之间的的一些最高的长官 然后就有机会在他们面前去做一个分享说 诶那fintech小组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vision是什么 我们希望future可以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训练 那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紧张啦 那但是就是很努力的准备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在上面做分享 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其实国泰是一个蛮 在这个fintech小组里面是一个蛮扁名化的组织 那呃我觉得与其说国泰金控给了我一个工作 那我觉得更像是国泰金控给了我一个舞台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机会 那在这个工作里面 有没有我的成就感跟一些frustration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市场策略 我们看到新的idea 新的business model 我们能够把它带回来 并且实际的让这个策略 落实在集团里面跟集团做一个合作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成就感 那但是如果要做到 这是我们的vision 也是我们未来会希望持续努力的方向 但是其实如果要做到真正的落实 那你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会面临非常多的考验 比如说因为可能会牵扯到不同的部门 所以你要有跨部门之间的沟通能力 那这些协调的过程可能很漫长 那可能甚至是说当我们在看一些最新的一些idea的想法的时候 可能现在台湾的法律是没有办法支持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能够在法律上面能够甚至去跟我们的legal去做一个沟通 甚至跟主管机关做个沟通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毅力也是个很大的考验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创新团队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很创新的东西 那因为他很创新 所以他同时也很困难 会面临到很多的阻碍很多的考验 但是只要你永远记得 never give up 因为在这样的创新团队 你就是要带着一股热血 然后有一个永不放弃的心 最后呢成功一定就会是属于你的啦 那这个职位的qualification呢 好 首先我觉得这个职位需要有数位思维的人才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的就是看科技跟金融的结合 所以要怎么样有一个具备数位的思维我觉得非常重要 然后这也是我们未来持续寻找人才会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而且除了其实在我们小组里面 除了数位思维之外 我们其实也要过一个很数位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的所有的行程啊 都是用数位平台 然后我们有专案的就是management的一个线上的online platform 然后我们就是也会透过一些比较数位化 甚至的文件签名也可以数位化签名 所以这个就在我们小组里面就会是一个 可以开始体验数位思维跟数位人生 那再来很重要的是语言能力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70%的时间都是需要用到英文的 那不管在email上面或是甚至直接跟国外的厂商沟通 那包含我前面提到就是我们会有机会能够走访国际会议 然后到不同市场去可能有个business trip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都必须要是全英语的来进行 对 然后包含跟厂商的沟通 跟厂商的合作 所以语言能力很重要 那但是除了英语之外 因为就是一个地球村嘛 所以如果你会有一个第三外语的能力 那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加分 对 所以语言能力相当的重要 好 再来就是我觉得在新创团队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热情跟决心 就叫做燃烧吧火尿的概念 因为我们真的在做一些很新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很新 所以它可能也没有什么过去的经验可以依循 然后大家也在摸索 然后不断的在测试 就是有点像一个innovation lab 这样子的概念 那可能这过程当中 也会有蛮多挑战 所以要抱持一个热情跟决心 我觉得是这个职位 很必要很必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人格特质 然后再来就是 对啊 就是要有创意思考跟逻辑 就是 嗯 对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Future Perspective 的话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金融科技的未来 其实大家都会说最近金融科技很夯 那是不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不错 嗯 我觉得金融科技就像我前面说到 它其实跟整个金融业的前中后台 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 所以无论你是商学背景出身 或者是你是科技背景出身的 或是甚至不限其他的科系 都会是金融科技想要网罗的人才 那在这个上面我觉得 台湾也就是正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目前的整个世界上面 也蛮蓬勃的发展 所以我相信会是未来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觉得 基本上在你选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一个怎么讲 哲你所爱爱你所选的过程 因为 如果你能够确认说 你的志向在某一个领域 那你选择了这个领域 你在里面非常的努力 认真 然后 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那你爱你的选择 那最后其实成功的果实 一定会是你的 所以其实无论说这个科系 它夯或不夯 这个领域 嗯 好或不好 我觉得 就是 重点是 就是你要能够 择你所爱爱你所选啦 那我觉得 这样子类型的工作啊 对我来说有个很大的价值 就是可以培养你 成为一个problem solver 那因为我们常常 其实很多的新的 新的idea 新的model 它都是在解决一个 既有的痛点在哪里 那我怎么样 透过新的方式来解决 或是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能够成为一个 培养自己 成为一个problem solver 那无论是这样子的 这方面实际的能力 或是这方面的心理的能力 我觉得都很重要 那也是未来 无论说 可能未来五年 十年 你甚至转换了 不同的职场的跑道 这样的能力都是 你可以带走 而且很珍贵的 再来就是在这个 你知道 学习的过程当中 因为fintech领域 非常的广泛 它可能有保险 可能有金融 可能有汇款 可能有支付 所以它 它整个累积起来是一个 我觉得跨领域的综合能力 然后包含 我们可能前面提到一些 比如像软实力的部分 像沟通力啊 或是协调能力 或是策划能力 所以在这整个 综合的过程来讲 我觉得 在这个职位里面 工作的训练是完整的 那特别是对于 刚毕业学生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在这里面工作 让我的感觉是一步一脚印的累积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然后全新的开始 它可能不只是国泰清控这间公司 全新的开始 你甚至可能会在做一个 是全台湾金融业 都还没有人在做的事情 那这样子的一些新的专案 新的模式 它真的没有太多的历史轨迹 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其实是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累积出来 那过程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 像对我这样个性的人来说 就是一种很有挑战的感觉 就是觉得 太有趣了 所以就是 对 但这个过程就是要慢慢的 把它累积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就我们前面也一直提到 Business Trip 不知道大家对Business Trip 有没有什么一些 想像是什么 像我在刚进来这间公司的时候 就大家也跟我说 你去Fintech小组 有机会去参加Business Trip 然后我就有好多好多想像 我想说 Oh my God 我是要变成程又卿这种感觉吗 其实 我觉得某部分是 就是 尤其是我们在 参与一些国际会议 我会感受到这种西装笔挺的时尚感 然后就是大家有什么Panel Discussion 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产业的 的一些主管等等的 有机会跟大家进行交流 就感觉 嗯 蛮不错的 跟我想的蛮像的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 当你呢 就是 参与一天的整个国外会议 你可能还要走访很多的新创公司 然后跟不同的人 积极的讲话 然后积极的交流之后呢 再经过了一整天的国外会议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劳累的过程 甚至是你晚上休闲时间 你可能都会累到说 哦 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出去玩了 就是 就这样吧 呵呵 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外会议度来说 呃 可能过程蛮劳累的 或是 就是一天下来会蛮劳累 但其实会非常的充实 很扎实的可以 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 然后跟国外的人有个讨论 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经验 就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在这里面 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会慢慢的 嗯 从别人的身上学习 然后持续在自己上面累积 一种一对多的超强管理能力 因为你可能同时会有 呃 要参与创新的活动 然后你可能会有专案 然后做市场分析 然后有时候可以出国参加business trip 其实这中间 然后包含所有的联系啊等等 它都是非常的复杂的过程 所以在这之间会累积到一个 很好的一对多超强管理力 或者让自己变成一个有效率的人 我觉得很棒 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财经背景 那对于进入这样的金融科技领域 是不是是有帮助吗 是一个加分吗 还是说会不会很吃亏呢 相比于理工科技的人 其他我们会不会蛮吃亏的 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如果你会写一些城市语言 如果你有一些科技背景 那当然是非常好 非常的加分 但是如果没有呢 如果我是一个财经系学生 如果我是个MBA学生 我能不能也进入金融科技领域 其实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说 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 会计 投资 个案分析 这些跟金融科技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的理解是 我可以对财报有更好的理解 所以当我才看到一间新创公司 或是一个新的business model的时候 我可以从财报数字里面 去看出一些不一样的 提出一些不一样的分析 那我可以透过我在一些学校里面的训练 比如说一些投资学啊等等概念 我可以更了解说 你们要怎么样来看一个市场的趋势 然后看一个市场的走向 那最后呢 商学院的人会有一些 就是很多case study的机会嘛 那这个过程就是训练说 诶 逻辑思考 或是新的business model 呃 要怎么做 那在公司面临转变之后 我要怎么做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 大家所拥有的优势 那也是大家要想说 其实 你在就学期间就可以开始思考 我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那我怎么样 想要做到我有兴趣的工作 那我要怎么样累积相对的实力呢 能够让我能够足以 呃 很好的 升任这样子的工作 那最后 我也不是最后 就是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无论你在 在学期间或是你已经毕业了 一段期间已经开始工作 或像我一样是一个职场新鲜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持续的学习与成长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 嗯 转动得很快 特别是我们在看新创公司的时候 它发展其实是快到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像比如说我2016年就参加MIT的Fintech course 那这个 course其实很扎实 总共三个月的时间 那对我来说有很很大很大的成长 也让我真正开始更了解Fintech这个领域 但是其实它的过程没有那么容易的 嗯 像比如说啦 我每周就是要上8到12个小时的的课程 包含讨论啊 交作业 所以为什么放一个狗狗的照片 就是因为跟大家分享 我那个三个月就是累得跟狗一样 真的很累很累 因为你你假如白天还要工作嘛 晚上要讨论 而且因为我们的学员是来自于世界各地 所以我可能就是晚上12点 凌晨12点的1点 然后我要跟着来自印度的学生 来自新加坡的学生 然后进行这个Skype 然后用Skype做个讨论 讨论完之后呢 隔天还要就是交一个人的作业 然后大家凑在一起 在那边一个完整的作业 然后交出去 那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但是成果很值得 然后也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人生就是持续学习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再来就跟大家分享说 生活跟工作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部分嘛 很多人都在讲说 我想要有个work life balance的生活 我觉得work life balance蛮不错的 但我自己更喜欢另一个说法 叫做work life integration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因为其实我觉得 如果能够让生活跟你的工作能够整合在一起 而不是说 不用特别计较说 我现在是五点半之后 我就是不要再工作了 我的生活跟工作是分开 其实能够让生活工作很融合在一起 或是 我觉得很棒 或是我现在突然 我可能在看新闻 突然看到一个idea 我觉得这个跟fintech很相关 那我在工作上面是不是可以有个连结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能够有个work life integration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 所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我觉得人生还是一定要有休闲活动 而且呢 特别在工作之后 长时间做着 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像我自己呢 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就是 我其实是一个跳舞咖 我蛮喜欢hip hop 然后什么new jazz啊等等 所以我就是下班之后有空 我就会去电神房 然后参加舞蹈课 那这是我人生的兴趣 那我也觉得很好 就是工作 然后运动 运动 工作 蛮开心的 那最后跟大家分享 我的一些收获跟心得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工作 我们的小组很像一个entrepreneurship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很像内部创业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那很多的模式 很多的idea都是全新的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更深刻了解到说 正因为困难 所以更值得 那也想要给年轻的自己 一次很热血的机会 那我相信这个 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说 这样子类型的工作 都会是很棒很棒的机会 再来就是 持续累积我的语言能力 因为70%的时间 几乎都是 不管一下跟厂商啊 或是跟国外的一些同仁啊 去进行交流 其实都是要用英文 那所以 语言能力呢 就可以持续的训练跟累积 那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 语言这种东西嘛 就是你长久不用就忘了 所以如果 我在公司的工作环境 能够support我 持续训练我自己的英文 我觉得非常的很好 就是很有帮助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工作 它你就是有机会 能够去走访世界各地的市场 所以持续的 可以让我累积一个国际的视野 那也让我的人生 有更开阔的角度 你让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 新的idea 新的business model 所以我觉得 这对我来说非常的珍贵 那以及就是说 在这个工作上面 有个很好收获 就是学会如何 能够建立connection 那这个connection 不只是在讲说 人脉的累积 我觉得更多的是说 学习与人互动的方式 可能与不同的 working level的人互动 可能与不同公司的人互动 那这过程当中 我要怎么样沟通 用什么样合适的方式 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 那并且呢 在职场里面 建立自己的人脉 我觉得这个一个connection的 的一个能力的训练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这份工作 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那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很喜欢的话 就是努力成就自我 态度会决定你的高度 所以就是 特别是年轻人 欢迎大家就是能够 像毕业 刚毕业一样 然后充满了热血 然后持续在自己的 岗会上面努力 那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 那我相信都可以有 很棒的 不一样的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那 对 以上就是我在IOH的 个人经验分享 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